最近有一段新闻说的是入冬以来,一群高中生穿着夏天的短袖在教室里吹电扇,结果发现电扇上倒立的纸飞机可以在旋转中稳定不倒。 他们复制了这个现象,让两个风扇上的纸飞机同时旋转起来。 从视频看,纸飞机的后缘被折出了折角,变成了两个副翼,推动机身旋转起来,但这和稳定倒立有什么关联呢? 于是,我们也折出了一架同款纸飞机,但机翼后缘不折叠,把它放在电扇上观察,发现机身不能持续竖立,旋转半圈到一圈就会向一侧倾斜失去平衡。 原来,电扇吹出的风并不是垂直向上运动的,而是跟随右旋叶片转动的螺旋形滑流,因此会推动机身右旋,但这并不是它失去平衡的原因。 由于倒立的纸飞机,重心会绕着机头支点旋转,让重心位置可以在抚养和偏航两个方向上移动,于是,重力对支点形成了倾斜力矩。 但纸飞机的机翼面积较大,抚养角正负向增大时,都会让机翼受到的启动力增加,从而获得足够的附加力矩,来抵抗重心的倾斜力矩,因此抚养角受到了限制。 但机身的侧面积太小,偏航角正负向增大时,机身回正力矩不足,无力抵抗重心的倾倒力矩而侧翻。 因此,我们将机翼外段向下折叠90度,给飞机装上两个大面积的锤尾,再将其放在电扇上。 发现,它虽然还是会被滑流推动旋转,但锤尾获得了足够的航向稳定力矩,在偏航方向上也能保持稳定,因此机身倾角被限制在了很小的角度,能够持续维持倒力姿态。 但视频里的学生给机翼后援折出负翼才能保持倒力,这又是为什么呢?我们如法炮制,也折了一个负翼偏转的纸飞机,结果确实和带有大面积锤尾的纸飞机效果相同。 这说明,负翼在偏航倾斜时,让机身受到了更大的回正附加力矩。 原来,电扇制造的滑流、流速会随着叶片的线速度增加而增大,造成外圈的气流速度大于内圈。 当机身向侧面倾斜时,下沉一侧负翼的来流速度增加,使多面气动力增大,而另一侧相应减小,于是,两片负翼的推力差产生了抵抗继续倾斜的力矩。 为了验证这一说法,我们再折一架纸飞机,让两片负翼反向偏转,通过负翼的利偶来抵抗滑流制造的横滚,于是它不再转动。 但机身依然可以稳定的倒立,说明机身横滚并不是树立不倒的原因。 此时,滑流会通过负翼上表面,并在被封的下表面制造湍流。 负翼因上下表面压力差而受到推力,产生了抵抗横滚的力矩。 当机身向侧面倾斜时,下沉一侧多面来流速度增大,产生了更大的胜利。 同时,另一侧负翼胜利相应减小,于是又形成了推动重心回正的力矩。 可见,直飞机完全是依靠所受到的启动力,而不是旋转来稳定的,只是风扇的滑流制造了滚动中倒立的假象而已。 感谢观看